一位西班牙的史学博士 25年前来台担任教授教西班牙语 因为从小就喜欢艺术 所以经常利用废铁创作雕塑 两年前更在平宁成立了工作室 而配合6月6号、7号以及13号的新北好茶活动 他将开放工作室让民众参观 邀请大家一起透过互动游戏来认识艺术 各种不同样式形状的废铁 在外人眼中或许是垃圾 不过在包小欧的眼里却都是宝 而且经过她的双手改造 全变成了一件件的艺术品 像是这只黄头鹿 就是由不要的镰刀 还有其他铁料组装而成 包小欧说她喜欢运用当地的素材进行创作 加上大镰刀弯曲的外形 刚好可以做成录似的翅膀 成为了大自然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包小欧雕塑黄头鹿的灵感 正是来自平临拱桥旁的陆思群 而且她不仅仅被平临的生态所吸引 其实从2013年夏天 包小欧就在平临老街成立了她的工作室 小欧一郎 其实包小欧并不是一个全职的艺术工作者 她原本是西班牙历史学博士 1990年来到台湾 在台湾大学教西班牙语 还有西班牙文化 来台25年 目前已经取得台湾国籍 从小就喜欢美术的她 在台湾又重拾对艺术的热情 将破铜烂铁变成了有生命力的艺术 老小欧也期盼能够多参与平临当地的公共艺术创作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感受她对艺术的诠释 记者陈平正门齐平临采访报导 丈运 ری 8 做 飞 矩 谢谢观看